在美国陆军史上曾诞生过这样一支部队 它既是夺得无数第一的境遇 也是美国近代陆军精神的滥伤 它从诞生之日起 几乎参与了美军在20世纪以来所有的军事行动 每一场战争中都可以看到佩戴大红色一次必章的步兵 它们用忙碌的身影向世人昭示 不管军事科技如何日新月异 步兵永远是一支军队不可动摇的注视和灵魂 然而 它也是一支以狂妄傲慢文明的部队 它一贯以王牌自居 目空一切 瞧不起任何其他的美国军队 以至于一位军官说道 美国军队简直就是由第一步兵师和一千万替补士兵组成的 那么这支部队究竟什么来历 为何如此狂妄 它又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 本期视频继续讲述 荣耀二战铁血军团第13期 大红一师美国第一步兵师 大家好 我是蝉使官 本视频客观真实 请放心观看 我将用人人能听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剑不放手 就能触发超级赞 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美军第一步兵师 组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 前身是美国第一远征师 1917年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进行到第四个年头 欧洲大陆的列强们 全都拼了个山穷水尽 连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都感到力不从心 不得已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发出求救信号 眼看着德国攻势日盟 在协约国一方砸下20多亿美元贷款的美国出于利益讨律 同意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这是1917年4月的事 但当时美国只是个口号上热爱和平的国家 又由于民众对于军队式暴政的爪牙 根深蒂固的恶劣印象 壁足200多年的美国军被废持 上亿人口的国家居然只有十几万陆军 装备落后 训练不足 至于实战更是无稽之谈 所以美国人虽然在1917年就答应参战 但真正真刀真枪的上战场 却是1918年的事了 因为政府不得不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征兵 训练军队和生产武器 第一步兵师就是在这段时间率先组织起来的 其实就是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士兵集中起来 给了个番号 然后就火急火燎地赶到欧洲 在当时情况下 英国军队对美国派来的军队一点信心都没有 在英国人眼中 美国第一步兵师完全是东拼西凑来的杂牌军 同样的 在身为敌人的德国 也丝毫没有将这些美国大兵放在眼里 甚至就连自己人 美国远征军总司令 被人称为铁锤将军的潘兴 也对这支刚刚组建就被扔到欧洲的军队 没有丝毫把握 所以潘兴给这支部队的任务很简单 他顶住法博盟友的奚落压力 坚持让部队在后方进行适应性训练 不满半年绝不出击 这期间美国大兵在后方的战壕里摸爬滚打 潘兴则是蹲在办公室日理万机 整天跟一群参默琢磨的 就是训练训练在训练 他的麾下英才聚集 日后在第二次大战叱咤咤风云的乔治马歇尔 以及巴顿等 此时都在潘兴手下打工 就这样在不断的训练下 第一步兵师参加了1918年的洛林战役 此时法德双方整整缠斗了四年 都已经施老兵体 不再从前 这一万多名身强力壮的美国士兵 顿时让人耳目一新 气势如虹的美国第一步兵师 很快就攻下了一个叫康蒂尼的重要据点 然后顶住了德军近40天的炮舞 美军的顽强意志让德军无可奈何 事后 在马歇尔的报告中 洋洋得意地写道 我们守住了康蒂尼 德军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占领这里 随后 第一步兵师又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表现突出 最终赢得了盟军的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 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些相似之处 大英帝国再次被老对手德国逼到绝路 不得不再次向本家兄弟美国求救 而美国也是一如既往的军备废时 潘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努力成果 不到20年就被自家人败得一干二净 美国又过上了与世隔绝的快活日子 以至于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国陆军还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才前往欧洲与德国人作战 珍珠港事件在1941年就爆发了 而美国人前往北非和欧洲作战 却是1942年1943年的事了 在这之前美军并没有和德军交手 但战斗结果很快证明了他们没做好准备 大红议师在北非的惨痛遭遇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因为一战的娇人战绩 大红议师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息 从师长到士兵 个个都嚣张跋扈 自命不凡 但更可怕的是 因为远隔重阳 大红议师对德国的闪电战等 为代表的军事思想毫无概念 当他们遇到号称沙漠之湖的龙梅尔 这种坦克大师注定会遭到失败 1943年2月 大红议师作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常备军 第一批派来支援英国的作战行动 此时他正与第一装甲师盒并为美国第二军 准备切断龙梅尔非洲军团的后路 军长更是愁愁满志 杨爷要把老狐狸龙梅尔赶下海 而这样一支毫无实战精力 全军上下又傲气弥漫的军队 结果不用想也是悲剧 而且为了给出来炸道的美军上一刻 老狐狸还专门加了点亮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美国人尚无实战经验 所以一开始就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好让他们产生一种无法磨灭的自卑胆 自从阿拉曼战役后 非洲军团全军上下 一直憋着一股气无处发泄 眼睁睁地看着菜鸟美国人 都来找自己麻烦 不狠狠揍一顿还了德 于是龙梅尔名嘴地抓住战机 利用他擅长的左勾拳战术 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德军第21装甲师 就突破阵地开始横扫 巨大的压力让恐惧像传染病一样 在美军中扩散开来 防线一个接一个地崩溃 直到演变为全军大逃亡 好在德国人激扬有限 站进了便宜的老狐狸 不得不见好就说 大洪议师才逃脱了被权坚的命运 但士气低拟损失惨重的后遗症 还是留下了 盟军不得不停下他几个月的作战任务 还专门拍了一位 猛人乔治巴顿将军 来当他们的军长 巴顿一上任便整顿军纪 从军容封进入手 让美国第二军的士兵们精神焕发 对于那个颇对自己胃口 既能打仗又能惹事的大洪议师 巴顿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没过多久 重拾士气的美国第二军 迎来了他们大显身手并一雪前耻的 西西里登陆作战 这次就战役而言没有什么可说的 美国人虽然夺得了德国大片土地 但德国人几乎没有丧失 十几万大军安然撤回本土 美英联军满岛跑路 但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 紧接着大洪议师的士兵 就来到了诺曼底 老媒的大洪议师 被分配到奥马哈海滩登陆 因为诺曼底登陆当天 至少80%的地点是万事大吉的 盟军几乎都是顺利毛发无损地登上岸 而偏偏大洪议师登陆的奥马哈海滩 因为各种因素 德军的防守力量不但没有被摧毁 反而有所增强 于是大洪议师的士兵们 不得不顶着德军的火力 以纯固兵打了一场惨烈的抢滩登陆战 这仗硬到什么程度呢 大洪议师一天的伤亡 就达到了3000多人 战况最惨烈的时候 海水都被染成红色 负责指挥的布列德利将军 甚至一度精神崩溃到 要放弃奥马哈海滩的登陆行动 也就是大洪议师这种老王牌部队 才能忍住这种伤亡而不断出击 坚持一天到傍晚 采用炸药爆破突破了奥马哈阵地 挽救了诺曼底登陆 挽救了布列德利的前程 以至于将军激动地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大洪议师 去增援的原因 感谢上帝 大洪议师在那里 在那之后 大洪议师一路凯割 解放比利时 突破7格飞防线 横跨莱因河 直到1944年底 阿登反击战打响 德国第十二装甲师 在与大洪议师的死磕中战败 随后再接再厉 又消灭了德国的一支空降部队 到4月1日 已经向东推进240多千米 甚至一度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直到德国签署投降书 美苏两国在德国中线胜利会时 大洪议师才从中欧撤回 就此驻扎在德国中部地区 长达十年 四年的战斗历程 大洪议师经历大大小小战役40多次 俘虏敌人10万多人 该是为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 是最惨重的 大洪议师的士兵们 为反法西斯战争承担了 2.1万人的高伤亡 甚至到战争结束时 部队中曾参加过北非战场的老兵 已不足百人 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必将成为史诗般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